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声令下 直接调遣了一架正在参与训练的直巴直升机 接到命令后战机立即起飞 最终直巴在到达邮轮上方后选择了抚空拳停的方式 将突发疾病的船员接走 化解了现场的危险 图为直巴直升机 诸可小撤军行 观察第23547 这次参与救援队的直巴直升机 是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对法国一款先进直升机 进行仿制后研发出来的一款用图广泛的直升机 直巴现在在中国多个部门和军种博弈 可以参与抢险救援 物资运送 人员转移等各种任务 直巴长23米 高6.7米 宽5.2米 可以携带41人 或者有两名驾驶员 携带三吨左右的物资进行飞行 直巴一共有三台发动机 保证了飞行时的强劲动力 除此以外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情况 直巴还可以在水面上紧急降落 这保证了他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 图为直巴诸葛小车军行 观察第23547 2008年沃川大地震 直巴作为空军搜救部队的主要力量 投入到了强险救灾中 在挽救民众生命与财产损失这件事上 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年以后的建国60周年庆典 直巴也参与到了其中 为祖国人民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可以说 直巴在中国复兴之路上 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而其后续还会有更多的直升机 投入到社会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去 在中国的海江 由于船只来往紧密 贸易吞吐量属于世界前列 所以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纷争 作为中国海军的一员 直巴直升机在这些纷争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救援和搜索上 发挥着自己的力量 可以想象 中国海军捍卫自己领海和主权 完整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 但是同时 中国海军也不会放弃救助 任何需要救助的人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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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